当多大的领导可以配枪 这其实和级别没有关系 根据枪支管理法 只有某些部门的某些岗位才可以配枪 你叫公安国安的警察 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警察等等 只有在执行公务有必要史才能配枪 就算是市长市委书记也是不能配的 但你别说啊 在80年代我国开始管制枪支之前 很多人其实都可以配枪 就连镇长送信的有礼人 还有我们律师都能配 你把我吓死了兄弟 当然确实也没有出现过 开庭败诉了 当庭偷出手枪和对方护车的经理 毕竟律师都是懂法律的 但这事和历史原因有关系 现在要是吃枪 那就过程犯对了 吃枪就别像了 吃鸡吃倒是可以 但注意啊 不要把枪避在腰里